美团业职怎看 其实过了几个小时 大家等到 如何部署呢 如果你说今天业职 其实跟Aren说是很难估 因为过去这一转 科网和科技库都很难估 所谓的难估 不是业职很不好 是市场怎反应 对 其实大部份都不太好 因为过去这季都是监管 其实你内地什么行业过去这季 都是受到很严厉的监管 特别是新经济的平台 所以业职一定不会特别理想 但是很有趣 始终大家都有这样的预期 令到本身设计的设计很低 其实如果出来不是那么迷 就可以解读为正面 所以这个很难说 其实业职之后 是否升还是跌是难估 所以我觉得这一转 能不能在业职出之前 去部署找业职呢 我就一般建议的 其实过去这么多个 无论腾讯 BillyBilly等等也好 甚至快手也好 其实都不会叫大家 是即前做个部署 反而如果你说真的 喜欢个别这些方方股 我宁愿是等业职出完之后 起码你看到一条数目 你觉得OK的 你才选择会好些 如果不是你随时一个错盘 或者是错方向 它都可以很大的升 很大的跌出现 所以你强行去做一些 即前的部署 无论看好看淡也好 其实这一转的风险 算是挺大的 而且始终这么说 美团的股价 其实都强了很一段时间 其实在ATMXJ里面 它和京东算是比较强 过去这几个月 当然京东强完之后 业职更加可以再升 但是假设美团强了这么久 但是业职出来是 大家觉得一般的 其实都会有一定 调整压力的 始终升了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 无论看好看淡 或者无论有没有货 我觉得宁愿等业职出完之后 才做个部署会好些 但是当然 如果你一向都持开货 其实就持开了它 我想这个变相形成整件事来说 虽然今天大家是关注业职的 但是在部署上讲话策略上看 其实就持形保态 我觉得不要做太多 要比较好些 是